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的遊戲資訊 今次想講的題目就是E3展 E32023又再一次取消 我的心情是很複雜的 因為今次的取消很有可能 E3以後都不會再舉辦 外國各大傳媒都以R.I.P.E3為名去出Post 雖然官方沒有這樣說過 但大家都好像判了他死刑 為何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這段影片就跟大家探討一下 喜歡我們報導遊戲資訊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頻道 為何說我的心情複雜 老實說其實不多不少都會猜到 不過一直都有個盼望希望可以搞成 因為始終E3以往都是遊戲界的盛世 我們遊戲迷看E3是有很多回憶的 但E3的地位這幾年一直都被動搖 尤其是COVID-19這個催化劑 它不是一個主要原因,不過就促成這件事發生 試完就是由2020年 E3展第一次停泊開始 那時候真的沒辦法,COVID-19大流行 很多人都不能出國旅行,參加不到E3 結果被迫要取消 這一年都很關鍵 XBOX Series就在11月推出 結果就證明到沒有E3的幫助 新主機一樣都可以成功帶上 而2021年E3舉辦了一個網上的展覽 其實有一個很矛盾的地方就是 E3展的獨特性就是有一個可以實體交流的機會 而所謂的網上展覽 其實某程度上各大廠商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當然氣氛會有點不同 加上E3的品牌 吸引觀眾都有一些保證 但是各大廠商不是這麼想的 早在2011年,任天堂就舉行他的自家直播宣傳節目 Nintendo Direct 雖然是這樣,不過他們都很給面,都有支持E3 有參展 而遊戲巨頭Sony就在2019年宣佈不參加E3 自己就搞了一個Stage of Play 比起E3成本更低,亦更有彈性 新主機PS5都是透過自己的平台發布 我不知道這樣形容是否正確,但可能你會更容易明白 譬如你在街市租一個店鋪賣菜 但有一天你發現,你在街市外面自己擺檔 成本更便宜,喜歡去哪裡賣,賣到多少點都可以 無論街市怎樣大挪大鼓吸引人進去的街市 人同樣都會看到外面的檔攤 而且這些不是非法的小販 街市奈他不何,催他不脹 收去了重要廠商的參與 E3的觸目程度都開始減低 到了2022年,實體和網上的展覽都不搞 來到2023年,連全球最遲復償的香港都周圍跟人說話之際 ESA雖然很努力游泳各大廠商參與 但事與願為似乎周圍說話都未必有用 任天堂和微軟,再加上Sony都表示會缺席 接著Ubisoft、世家、騰訊等等都零頭 還有其他廠商,例如EA、Square Endless、TakeTwo等等 就算他們沒有說明不玩 但他們的消極態度和以往的積極表現是很不同的 正所謂你知我知,連單眼腦都知道,遊戲廠商都不玩 那E3展還怎麼搞下去呢? 其實都蠻可惜,E3在遊戲業界一直扮演著重要地位 老實說是有點捨不得的 還記得1995年第一年的E3展 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299 當年Sony的開發部主管 Steve Ways 只是在台上講了這三個字 299,接著又回到台上 就引起台下一片歡呼 因為代表著PS1在北美銷售的價錢 只不過是299美金而已 有精彩時刻都有些尷尬位置 PS1和PS2的成功之後 在2006年的E3展 PS3 60GB的價格為599美金 這個數字一出,留下當場雅雀無聲 而Xbox 360的售價只不過是399美金而已 在2013年Sony為了挑戰或者是暗寸 Xbox 1的DRM政策 它最大問題就是不可以玩你朋友或者二手遊戲碟 也需要24小時連線一次 檢查一下你有沒有玩盜版遊戲 Sony在它的演講當中明確表示 PS4沒有以上的限制 Xbox被人痛擊了一下之後 就取消DRM政策 Sony還拍了一條影片教你怎樣分享 PS4遊戲給你朋友 Xbox 3遊戲給你朋友 在E3展上的主機大戰非常精彩 不過已經成為絕享 任天堂沒有Switch都沒有在E3展上正式發表 在95年以99這個數字這麼成功 來到PS5都不需要E3這個平台發布 其實還有很多E3的難忘回憶 例如FF7的Remake 奇諾里維斯為Cyberpunk的站台等等 不過隨著2023年E3的取消 E3這個光輝舞台可能真的會畫上句號 主要原因都是追不上時代的步伐 普羅大眾其實現在很容易接觸到遊戲的資訊 各大廠商也有自己的資訊發布平台 現在經濟環境那麼差 剛剛EA才裁員700多人 擁有22萬員工的微軟大裁員 涉及1萬個職位 控制成本無可厚非 再加上用自家宣傳渠道 可以避免現場發布的尷尬 這次就是Xbox展示Kinect 不知為何在遊戲機裡面的人物摸一塊 就算經過無數測試 他要出事就真的會出事 而且每一年要講在6月發布信息的話 時間越緊迫,出錯機會越多 自己發布信息就勉強這種問題 在競爭方面就更加棘手 E32023宣布停辦一刻 前EV主持Jeff Kivley 以勝利者姿態在Twitter上開了個帖文 叫大家留意6月8日他舉辦的Summer Game Fest 而實體的遊戲展覽了德國的Gamescom 以及日本的TOKYO Game Show等等 除了外憂之餘,還有內環 例如在2017年試圖由業內人士參與 增加門票被公眾購買入場 結果人數真的太多 排隊時間遠遠超過你試玩的時間 而在2019年還犯下 資料洩漏的錯誤 超過2000名的參與者資料外洩 EV有沒有翻新的機會 愛國傳媒很多都打定輸數 我都試圖想一下有什麼轉機 當然我當然想不到 我想到就不是Elly,是Edison 都不是Edison 面臨消失一刻 當然我們就會懷念他以往光輝的時間 剛才都提了好幾個記憶猶新的畫面 還有很多興奮又美好的回憶 現在就展輯了一些EV2021年出現過的遊戲PV給大家看 一個這麼大的品牌 未來會不會用一個新的形象再跟大家見面 只可以說一句,拭目以待 我是期盼著這一天的來臨 越多展覽越熱鬧 就代表遊戲市場越興旺 你們又對EV有什麼感覺 不妨在這裡留言,大家討論一下 喜歡我們報導的遊戲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遊戲資訊再見,謝謝,拜拜